周四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向一艘美国邮轮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导弹 击中该船附近海域 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美国五角大楼同一天表示 美国对胡塞武装的自卫打击不会停止 红海航线是全球最繁忙的货运航线之一 更是中国与中东和欧洲国家 进行进出口贸易运输的主要途径 因此有人认为 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 从侧面维护了中共在红海的利益 使其渔翁得利 不过 有分析指出 虽然中共在红海的货运安全 尚且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但红海紧张局势的加剧 导致货运成本飙升 其连带效应 已经给依赖出口的中国企业 带来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 由于红海危机引发的供应链断裂风险 不少西方国家 或将考虑将生产转移到离本土较近的地方 也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 对胡塞武装的行为 从未予以谴责的中共 近日也开始改变口径 在上周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上 公开点名胡塞武装 批评其在红海水域 多次袭击和扣押商船 干扰国际贸易秩序 分析指出 中共论调的改变 公司企业意识到 红海危机的加剧 将使本已萎靡不振的中国经济 陷入更大困境 从而不得不做出妥协 此前中共媒体曾把胡塞武装描绘成 挑战美国的反叛力量 甚至有小粉红在互联网留言道 向胡塞致敬 美国本周三已将胡塞武装 重新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 在对其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 实施金融制裁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